什么?还有人敢杀我们的人吗? 老祖你不知道,那小子还扬言你就是个废物,给他去把道铁干净了,他要过去。 真是欺人太甚,今天我定将这小儿碎尸乱断,再将凌家珠子。 少主,你怎么就这么放他们回去了? 问题很大嘛,这要是他们身后的五十几的强者来了,那我们岂不是要灰飞烟灭? 有问题吗? 没有问题。 少主啊,别吹了,我们赶紧跑吧,那个等级的攻击,我们怕是一招都接不下。 往哪走呢? 你就是那个土匪头子。 黄土小儿,我可是老祖级别的存在,一招就可以将你化为尘埃子,你伤我万雄山的人,该当如何? 当然是让我踏踏实实过去,我就勉为其难地放过你。 搞死,少爷,他可不是之前那个人能比这个人太强了。 等你聊聊我家少主吧,东西都给你,改日再动能道歉,好吗? 且,我这个境界还在乎这些东西吗? 我看你天赋不错,成为我忠实的首相,我还可以考虑。 虽然我确实挺菜的,但是土匪头子你挑了,我提醒过你了,当心山上无损。 胡说八道,不胡我就先背你双手。 什么,狂骁怒杀。 你不能杀我,我山上还有一位你绝对得罪不起的存在,我劝你到此为止,各不追究。 开玩笑,我损神向来损人力几,这么放过你,我还怎么混。 旺财,离凤阳城也不远了,你过去吧,我有点事。 难道说少主的实力已经超过五十几了? 原来是我狗眼看人帝,好恐怖的战斗力。 把万雄山所有的物资交出来。 什么,他把山头老祖杀了? 这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有超过五十几的战斗力? 何人在此喧嚣,老夫在此疗伤静养,立刻滚在,否则死。 这是,天哪,他是九十三级。 我们这种小地方,什么时候有了这种神话强者? 看一眼这辈子都值了。 疗伤啊,怎么九十三级强者这么狼狈了? 你过分,凤凰烈天机。 震魔求天使。 不可能,你怎么可能也是九十几以上高手? 没有什么不可能,只是你太弱了。 不对,我没看错的话,你别姓说。 你还真是个老机灵鬼。 哈哈哈哈,杀了我,你也活不了多久。 那可真是吓死我了。 老独,你在哪? 赵主,老爷被人带走了。 林口,不可一世的天才第一人,当初你破坏秋天阵,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。 如今,你死定了。 大丈夫死又如何? 但你们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,属实令人忧心。 听说你还有个儿子,放心,我们会洗掉他的记忆,帮你好好教导的。 这和孩子有什么关系? 你们不能。 看你着急的样子,真像一头丧家之血。 来啊,求我们。 不,你们找我。 自己送上门了,有意思。 赶紧跑啊。 老独,你担心个啥? 我没空和你瞎闹,就你这点本事。 哎,走不了的。 我求求。 老独,虽然我挺拉紧的,但是对付这四个,问题确实不大。 什么? 九十九级极限强者? 还没满级,确实不行。 四个老祖,给我挠痒痒呢。 结束了,观众让我问一句,慕容老贼的大必斗呢? 半个月前就打过了。